欢迎大家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维港外网 有我林冀还有林浩基在 特区政府突然间就在今天决定要强制检测37万的全香港的所有外傭 所有在香港做家庭用工的外傭用工全部都需要在5月9日之前 短短的9日时间其实严格来说只是7日而已 因为7日内要检测然后等结果 所以在7至9日的时间就要去做一个强制的检测 然后做完这件事就好像多块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突然间就当是将问题解决了 但是当然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会问 为什么要全香港的外傭都检测呢 现在只不过是因为有两宗的外傭的个案 一宗就是无源头在东冲的一些所谓的私人的 都叫中产的住宅区 就无端有个无源头个案 然后也是变种病毒 已经是流入了社区了 另一宗就是之前在西环 就是那个检疫酒店到染病 接着带了上坚岛本山区那些豪宅区那里又是染病 接着那件事就摆明是来自于你的检疫酒店的漏洞 所以问题就是你说担心一些外傭群组的 没问题 那你就就着那个国籍 就着那个族裔 就着他们自己见面的外傭 去强檢那些外傭 因为那个源头在那里 你不是有什么安心出行的吗 你不是有一大堆那些东西去追踪的吗 对不起 他现在完全是一刀切 不是走去针对着某一些 就是可能是高危的外傭的族群 不是针对着那一帮 就是他们可能是有互相关 是相关连结会见面的外傭 你知道香港的外傭有不同国籍 有不同族裔的吗 他们不同国籍不同族裔去的地方是不同的 例如印用去卫园 例如飞鸣继续去中环 之类的情况 他们各自是有自己的生活的社区的空间 有各自的自己的活动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未必是会重复的 尤其是很多时候 如果真的完全不同 或者不同区域的 或者新界 九龙 港岛 全部是不同的活动空间范围的 所以基本上你无可能 立即一刀切就会全香港所有外傭 还要立即要紧急地全部 在一个星期之后 做一个强制检测 这个完全是荒诞的 跟着还要说 因此就要他们全部 在续约之前 就要做完这个所谓打疫苗 再一次就有很多外傭 比如说已经到50岁的时候身体未必一定是很好 于是他们想身体不好 你就逼着他们要做去检疫 你就见到这个政府 完全不是从一个实际上的需要角度去做 而回到现在这个时候就要问 那是不是要问贫平机会呢 那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做法 为什么你要歧视外人呢 经常就说排外 一时就说人家排外 一时就说人家法西斯 一时就说人家歧视 真真正正现在就摆到明了 为什么它是外傭 就要全体外傭一起去做检疫 外傭不是的士司机 不是那些巴士司机 不是那些所谓服务性行业 在街上站街 或者其他地方是需要活动的 或者是四围去的 不是做生意的人 都是你自己活动范围 外傭做的事就是家庭用工 意思就是你家平时会做的事一样 跟我们香港普通小市民的活动空间 家庭主户的活动空间是一样的 最多就是周六周日会去其他地方 同样道理我们香港人都会 周六周日去其他地方 所以这个完全就不会 属于经常就需要 去不同跨区工作的人口 那个危险性的 所以你现在突然间就说 因为有个别的外傭 染了这个所谓疑似的变种病毒 立即就要全香港所有外傭都要染 这件事绝对是荒诞之极的 怎么看这件事呢?林浩基 病毒它是不会因为你是外傭 然后会特别去传染你的 而且病毒它是有它的传播距离 你不会在一个超距离 在东冲那里传到去将军澳的 那你如果真是怀疑这个外傭之间 它可能会有一个群组感染的 那我们就捉回那些相关的群组出来 印尼的旅容它们讲的是印尼话 菲律宾的旅容它们讲的是英文 两个都不同族群的然后你因为某一个族群的旅容 出现了问题就连另外那些族群都要加上去 那很简单一个问题就出来了 那他们平时就不会互相交流的 他们根本就是完全两个不同国家 两种不同国籍的人 所以现在你说武汉肺炎这四个字 是在标签着武汉在这里污名化着武汉 那你现在因为这样一堂事 然后就去标签着武汉 令到所有外傭都疑似带獨者 那是不是标签他们呢 是不是歧视他们呢 用平时的标准是不是在那里骂他们 记不记得一年前 当时只说要封关 或者不让一些来自大陆的人 去某些地方吃饭 又或者他们的地方 因此就因为他们要去检测之旅 或者他们全部要去验 这些叫歧视 是排外 弱势 讲一大堆 你想想 如果有人现在说 譬如假设有十个新移民染了病 我们全香港新移民都要染检疫 被你逢到 立即全部 你歧视法西斯 全部去了 如果你说出类似的要求 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全部要检疫 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 你说同时间在这两个月 有入过境 出过境的外籍容工 因此要去检疫 我都还可以尝试去理解 你现在是 这段时间完全是没有去过 其他地方没有去过什么 因为纯粹他是外籍容工 接着就要去检疫 这个摆到明是歧视 是吗 你就因为他是外容 然后一次过左右那些 不同国家 不同族群 不同联络 不同生活网的人 全部都一望打尽 你告诉我 这个不是歧视 是什么 现在的问题就是 当你还要去比较 同时间你知道 现在的情况是 那个外容 为什么会染病 第一个 就是西环出事 因为你要求他强制检疫 强制检疫的时候 他没有病 对不起 因为你旁边房 那人三个人都中 接着你检疫就乱做 接着检测又乱做 接着没有事 变了有事 还要查不到 还要留入社区 所以证明了 如果你的检疫 是继续这样粗疏去做 一会儿就变了 37万人集体染病 因为你的检疫中心 如果又是好像你 这样去强制检测的时候 做到这样的鬼样 接着就在那里 挖一下挖一下 又可能撈乱东西 又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 然后接着有污染 接着或者在体育馆 或者在所谓的检疫中心 那里的楼底又不够高 通风又不做得好 的情况之下就出事 最怕就是这样的情况 是吗 你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你之前就说 哎呀不是呀 那体育馆呢 楼底很高的 因此空气全部 就不是那么容易 就不会那么容易中的 现在变种病毒 现在再容易中了 请问 现在又再容易中了 天气又热了 是不是会开冷气 还是不开冷气呢 那些人会不会流汗 是不是会出汗 接着口罩会无效呢 这些全部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接着可能他用一些 所谓纸口罩 就是差的口罩 扮了东西 接着原来是大陆货 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 检测的标准不够好 那些货品 接着不行的 接着就中的 随时 你发现了一个最大问题 就是你这个政府 做就做得不好 然后就压迫人家去做 转过头来 现在你要去做这个检测 接着随时就变了一个大爆发 那现在一个问题就在 你政府 做完这些决定的时候 大家就会问 为什么 有这么不同的标准 同时间 但你现在还要 只是早两天 就将这个回港义 就扩展至全中国大陆 不包台湾 当然 他们经常 这个反台独 那个台独 然后转过台独 就不包台湾 完全没有解释 全中国大陆 就可以回港义 是要检 但进来才检 然后你 回来检 但不需要检 就不需要隔离 回港义 就不用隔离 这个问题 为什么 那些大陆人来到 就不需要隔离 现在同样道理 这些要隔离 所以现在问个问题 就是究竟 你这个 双重标准 同时间 随时 你看到像外容 这件事 不是因为他有毒 是因为他隔离 那些人有毒 所以问题 就是你不解决了 这件事 可能回港义 没有事 因为他们不用隔离 就不会中 是不是很荒诞 整件事 现在问题 当然如果回港义 中了的话 一定是本地感染 就不会是大陆感染 简单 大陆没有病症 所以不需要担心 这件事 去到尾 为什么市民 对于你的检疫 或者强檢 这么不信任 就是你的政府 很简单的事情 一个表面上 要做到的公平的事情 要去除政治化 只是专心做好你民生的事情 都可以不断搞这些错误 搞到这么多东西 让人口实出来 做什么 你有什么看法呢 尤其是 你这两个外容的个案里面 有一个是很明确 就是在这个检疫旅馆里面 受到感染 所以是不是应该 在那一段时间 所有住在那个检疫旅馆的人 全部都应该要去做隔禮 连他们的紧密接触者 连他们的那个行业的所有人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你政府应该要有的 一个一贯的准则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你政府会怀疑那些外容 他们很难放假 那时候会聚在一起 因此有群聚的一个危险在这里 于是会要检掉所有外容 那很简单问一个问题 就是那些外容究竟放假的日子多 还是上班的日子多呢 他们上班的时候 是跟哪一个紧密接触 就是跟他们雇主的家庭 那是不是应该所有聘请外容的雇主家庭 全部都要一起去强制检疫 才叫做合理的呢 如果不是的话他们回六天放一天 然后你就只是在乎那一天 不会去你那六天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很不合理的一个事情 是不是一个很匪夷所思的一个事情呢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一样东西就是 为什么政府他们真的要雷利风行 但是他们只是针对外容一个族群 因为很简单 不是一个族群而已 只是针对外容这帮人 你还要在里面有几个不同的族群 里面全部都不跟着的人 就全部绑在一起 现在这个情况就很简单问一个问题 假设你为什么要查外容 因为外容呢 他们就有一些所谓的社交的群组 例如礼拜六日 礼拜日那些就去放假 于是乎他们就自己互相接触 因此就没办法了 我们就要全部抓去查了 我想问 假设他们已经是那些社交活动里面 是社会感染的人 那回头如果那些外容是中了一招 已经回家几天了 整两个礼拜了 随时 他们起码整一个礼拜 他们回家 会不会染到那些家人 是不是回家这37万外容的 所有的家人都应该全部要去强制检疫 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是无端端要求那些没有关系的外容 要去检疫 接着那些有关系的外容的家人 就不需要检疫 这个是不是荒诞到不得了呢 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不等外容发病 你就已经假设他们有很多人 是互相中了 然后因此要全部去检疫 但另一方面 就是那些 他们已经中了的家人 是更加高危的族群 比起那些完全没有来往的外容 对不对 你应该就要搞清楚 哪些族群是有来往 哪些族群是没有来往 去分别 然后要去捉那些有来往的族群 连起那些家人 都需要去检疫才是的 你没有理由 因为香港人 你就不需要去检疫 但是用工你就要去检疫 现在的做法就是这么荒诞 你只是捉那37万人 那些不拉肩的人 都要强制检疫 但是那些拉肩的家人 完全不需要理会 你看看这些双重标准 和来自大陆的人的时候 的双重标准 你就知道 完全是两副不同的嘴念 而这两副不同的嘴念 就来自一个政治的原因 而这个政治的原因 就是导致于 为什么大家对于 这个防疫政策上 这么不满 原因就很简单 你做好基本民生问题 人家病毒去染病的时候 是不会看你 是不是爱国者 所以就不染他 是不是 任何人都应该要去检查 或者搞清楚 你的政府 还要更加不用说的 就是浩大喜功 一次过要染37万人 短短一个礼拜内 就是为什么会出错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问题 就是哎呀不是啊 那些检疫公司他们 就是请了很多良有不齐的外援 请了很多那些所谓的短期工 或者那些自聘的假自雇人士 但是转过头呢 哦不是啊 我们还要继续谷大条数据 明知他做事 漏漏漏漏漏漏 做了很多错事 还是要再谷大条数据 还是要令到他更加多的事情做 令到更加多容易犯错 更加多的问题 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做法 你有什么看法 不仅对于香港政府来说 防疫就是一个政治 所有疫情都是一个政治问题 你现在出了问题之后 那你始终要做一些东西 但是香港政府又不知道 应该要做什么东西 那就是找那些不懂得出声 不懂为自己的权益 来发声的人来开刀 因为我动你雇主 那你那帮雇主又会出来吵 动你防疫旅馆的其他人 其他人又会出来吵 但是动你这帮外傭 你们连广东话都不是那么懂的 那我动完你们之后 你们都不懂反抗的啦 你们都会害怕的啦 怕没得再来做事的啦 没得再来赚钱的啦 那动你们就对了啦 这个就是整个防疫政策的一个根本 所以很简单一个问题 同一类这样的事件 其实之前那些什么风楼啊 风区啊 搞完一大轮这些妖民事件 到最后一无所莫的 全部都是同一个逻辑而已 当问题发生了 政府不知道要怎么解决问题的时候 就搞一场很大的大陆攻击 问题就是最简单他所说的 我们全港检疫的能力 能力是要验得到的能力 就不是验出来是错的能力 这就叫因小失大 你宁愿就不做 就不要错 你做完出来以为给一个虚假安全感 以为他验了没事就更加大件事 正如世卫所说 经常好得叫虚假安全感 因为你以为没事 验完没事很安全 现在四处可以去了 打完疫苗没事可以四处去了 一个同样道理就是 你不验就有自可 你做完验了 你是要保证100%的一个安全领率 尽量要让他尽量是安全 你就没理由是错完又错 现在就说有些公司他们做不行 不懂做 或者他人就良有不齐 你不是去令到他做少一点 你不要做那么多 你不要错那么多 不是 我们要做多一点 再验多一点 再错多一点 验错不够 这个是什么政府来的 离谱的一个地步 有时就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可以做好一点他呢 我们给你意见了 然后做又没事 为什么你死都不肯做呢 你为什么要做什么事 还差不足 但是回忆了 那边原来是解读的